感恩那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师父请你帮我看一个09年的牛 这个孩子只有六岁 他也会念经的 他先天性的 先天性的像脑水体有问题 像人家唐氏综合症一样的 他是那个胚胎型横温肌肉瘤 看见了没有 就是小腹部的 你知道吗 身上所有的部位都是由哪里引起的 师父说得很对 我们5月19号的时候 他是5月2号检查出来的 我们5月19号的时候 观世音菩萨慈悲 我打通了图腾电话 然后那个时候师父帮他看了 说他是血液不好 血液病 然后他就是那个肿瘤 师父说得很对 然后当时师父也请观世音菩萨 过来加持这个孩子了 但是半个月过去了 后来师父说两个礼拜以后 你们去医院检查一下 可能肿瘤会有变化 我们去检查了一下 但是这个肿瘤 现在还是有一点长大 变化 我又没说变小 对对对 我知道 现在变大了呀 对变大了变大了 我就跟你们说了 你们家里有杀业 对 这个小孩了 现在这个小孩血液再下去 脑神经都出问题啊 我们那个发愿放生十万条鱼已经放完了 注意心灵法门禁书一万册 光盘一万章 这些都已经完成了 你看了吧 有目的的 师父 你有本事孩子没生病的时候 你就做这么功德 孩子就不会生这个病了 师父 我想问一下 就是说 在那个 我们相信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相信念经一定会治好它 所以医生要求我们化疗的时候 我们没有化疗 我们出院了 然后现在就是有 你不能这样的 你该生的病 有的时候菩萨会派个好医生来帮助他 我相信我就不开刀啊 但是化疗的话 他的后遗症会很多 没有办法 谁叫他生这个病啊 我告诉你们家里家族的问题 你现在招了多少张小房子啊 我们现在两个月念了五六百张 不过有结缘的 前期是结缘的 自己小房子少一点 放生这么多 小房子要多呀 现在还需要多少张小房子 他数什么呢 他是09年的牛 你刚刚说他那个牛啊 对 我再给他看一下吧 感恩师父 你们两个当中有一个吃树了没有啊 我们全家都发愿吃全树了 上次师父说让吃全树 小朋友也吃全树了 好了 我已经请观世音菩萨给他加持过了 感恩师父 感恩观世音菩萨 你让孩子吃树 好吧 好的 吃点药 小房子数量 吃点药 很快 很快应该会消下去了 但是你们家里 家族性的东西 如果你不把业障消掉 可能还会有 而且这个孩子 我刚刚请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请了地藏王菩萨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可能是属于地藏王菩萨管的 我想问一下 师父小房子数量需要多少 再念七百张 七百张 每天烧几张 随便啦 随便 功课呢 你们这种都是台长很不喜欢的 哎呀 结缘了多少 哎呀 我放生多少 你有本事 你没生病的时候 像你们现在很多人没生病 没生癌症 你们拼命做功德 你们就不会生病 我还是那句话 我再问一个问题 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很不开心的 你知道吗 我看到很多这个 真的感恩你 师父 他的功课该怎么做 就怎么做 好好念经 好的好的 五个五 每天五遍礼佛 是不是家里房子有药经责 没有 佛台怎么样 你看这种自私不了 这种人 所以我早就跟你说了 生了病了 哎呀 我放生了许愿了 已经来不及 那是补救 最好就是学伯 在未雨绸缪啊 不能等到生了病 你才这么来做 你说怎么还不灵啊 那如果大家有业障的话 如果放放生许许愿都灵了 那还有因果了 杀一个人 马上去许愿放生念经好了 还有因果了 有目的地去解决很多问题 你就得不到很大的效果 大家听得懂吗